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十一號 因突發膀胱問題 送醫五角大廈發布聲明證實 奧斯汀已經轉入加護病房 並委由副房長希克斯 站帶職務 奧斯汀上一次隱瞞罹患 攝護腺癌引發軒然大波 五角大廈這次很快就公布 他再次入院的消息 表示因為出現突發的膀胱問題症狀 由維安人員送醫強調 已經通知了白宮副房長 以及參謀聯席會議的主席 五角大廈之後的新聞稿也指出 奧斯汀已經轉入了加護病房 接受支持性的護理和密切的監測 將職責移交給副房長希克斯